在中国历史上,公元1032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。 这一年,党项人的领袖德明离世, 儿子袁浩继承下国王之位。 老国王临死前一直担心, 个性张扬的袁浩会给党项人带来灾难。 袁浩刚刚继位, 先王的担心似乎就应验了。 新国王下令,所有党项人必须突发。 三日之内,如有未突发者,格杀勿论。 党项人久居黄土高原, 很多人的发誓已和中原人一样, 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突发, 无异于一场地震。 没有人知道袁浩的目的是什么, 党项人不知道, 宋辽两国也不知道。 袁浩颁布突发令, 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, 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? 一千年后, 在党项人遗留下来的各种绘画中, 人们可以看到神秘的突发形象, 大面积的头发消失了, 两边和周围的保留下来。 从绘画上看, 突发也不是一种式样, 发誓的变化仍旧不少。 袁浩下令, 党项人不仅要突发, 而且要抛弃丝绸衣服, 改穿皮毛。 他们还戴上了巨大的耳环。 袁浩属于党项拓把部落, 作为党项人的统治部族, 拓拔氏在唐代被此皇姓礼, 宋代被此皇姓赵。 袁浩告诉党项人, 拓拔氏从此改姓为名, 他本人叫巫族, 巫族的汉文意思是清天子。 袁浩改名换姓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? 这是中国北方一个叫黑水城的地方。 公元1908年, 俄罗斯人科兹洛夫在这里的发现震惊了世界。 在一座佛塔里, 科兹洛夫看见了一个图书馆, 一个隐藏了至少八百年的图书馆。 科兹洛夫打开了塔以后, 他就描述就是从上到下堆满了膝下的文物文件, 佛像也在中间, 还有大佛像, 还有小佛像, 四周堆满了书籍, 这些书籍那么多, 真的像一个图书馆了。 俄罗斯人将这座图书馆搬到了圣彼得堡。 成千上万的文献, 令俄罗斯汉学家非常困惑。 他们不认识这种天书一般的文字, 直到有人发现了一本带有汉文的字典。 这个翻看何时掌中珠, 就是西夏人当时创作的一个, 应该叫双语双结绣真字典。 掌中珠就像我们现在的口袋书一样, 随时可以带着走, 随时可以翻开来看。 那么他这个字典就是, 既用西夏文来解释了汉字读音, 也用汉字来解释了西夏文的意义和读音。 通过这本字典, 俄罗斯人才开始解读这种神秘的文字, 西夏文。 在张仲珠这个书不仅对我们接读西夏文的, 大概西夏文想的一把金钥匙, 就是我们现在汉语应用学研究唐松时期的预应的, 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工具书。 西夏文是一种死亡文字, 今天全世界能够阅读西夏文的据说不超过十人。 这种神秘文字的创造者, 就是党项人袁浩。 袁浩继承王位以后, 开始大张旗鼓地推行各种政令,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创造文字, 创造党项人自己的文字。 在袁浩之前, 党项人有自己的语言, 但没有文字, 党项人一直使用汉字。 袁浩为什么要创造自己的文字呢?